想品尝高地生活需要做到哪些 改革开放以来 沿海城市和部分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 使得这些地区老百姓的生活质量 获得了大幅度的提升 可以说是成为了开放的高地 那么随着我们开放政策向内陆地区的延展 如何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的课题 已经变得十分重要了 让我们听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副理事长黄启帆在中国经济大奖堂中 是如何解答的 你首先是集心协力 把省会城市内陆的大城市 把它发展成开放高地 然后再辐射延伸到某个第四周 某个有条件的中心城市 也把它变成开放高地 这当然多多一善 但是首先应该把省会城市做大做强 开放高地吗 拥有国际交通线路是必不可少的 至少也得适合国内交通枢纽 它要与通向世界的交通枢纽 建立一条便捷的直达通道 老百姓出来进去的也跟着受益呀 像铁路 港口 航空 高速公路等 一定要四通八达 想成为开放新高地 就得能走出去 能引进来 没有发达的交通真心不行 那么 想成为开放新高地 还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呢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副理事长黄其帆 在中国经济大奖堂中还强调 应该是个口岸 什么叫口岸呢 口岸就是海关 在这里关检 进口的东西关检就放行了 出口的东西经过它关检 交了税就出去了 关检 不是沿海和边境才有的吗 内陆关检有啥意义呢 以前内陆海关是没有关检的 只是辅助而已 一页就算二三类口岸吧 最近五年 中国内陆一类口岸增加了十几个 可以就地关检 关检完成以后 货品再运到比如新加拉山口 或者运到深圳这样的边境 等着出国 当地海关看到是关检过的货品 就帮助执法 奔着关检互认 执法互助 信息共享 天下海关是一家的原则 只要有一类口岸海关检过 其他口岸就不重复关检了 好处是啥呢 比如内陆地区 有五百亿美元的货品进出口 自己关检 货品到比如上海 深圳就可以直接转口 而这个进出口量呢 就可以算在内陆地区 不算在沿海了 总而言之 开放的终极目标就是 让我国不管是内陆还是沿海 沿边的每一个区域 都成为人民富裕 生活幸福的高地 央视财经 威奖堂 带你瞄动中国经济 那个事